大家好, 我是家聰 話說早前的直播發生了很靈異的事件 我們去片看 阿軒來了香港住在你的酒店另一間店 嘟了, 沒甚麼事 嘟了, 老母 為甚麼才覺得 嘟, 我很害怕 就是這樣, 這件事發生了之後 我跟酒店說了, 酒店幫我 她說是一個感應器, 出現了少許問題 其實幫我換了感應器 幸好換了感應器之後 暫時真的沒甚麼 所以多謝酒店 但是我想說, 一個燈, 這盞燈 一盞這麼普通的燈 你從來沒想過它會發生問題的燈 都會出現問題 更何況, 本身是很危險的 我們就更加要小心, 例如上網 所以這個時候你需要甚麼 就是搜尋VPN 搜尋VPN是世界上發展最快的 VPAN品牌 只要用了搜尋VPN 就有全方為保障你互聯網上的私隱 以及你的個人數據 還有, 只要一個帳號 就可以連接你無限的設備 我就全部練習了 還有一年尾多假期 這個Cyber Monday Back Friday 以及聖誕節 所以搜尋VPN 決定加碼 現在搜尋這個獨有的POMO Code 就馬上有83%的OFF 以及額外享用四個月的優惠 雖然我保障不到我的房間的燈 但我希望大家可以保障你上網的安全 因為有時上網的危險性 是恐怖震燈 希望是這樣 去片 關於這個模型的帳號 其實原來是一年之前 Hello 大家好 我是家聰 歡迎收看今天阿壞片 今天適逢萬聖節 所以為了應節 所以我特意化了妝 你叫我鼻子 所以我今天是扮聖誕老人 錄車那隻洞 所以大家不要誤會 因為我不是暗瘡 比特為化妝 OK 現在不如我們今天的嘉賓 我們的許町 Alvin Hello 你 這個頭盔很早大 我想問 剛才我們走的路線 好處就是 那個樣子什麼都可以 OK 因為觀眾對我們都從來沒有希望 是嗎 那就不會失望 我對你很期望 我見你之前 以前包括YouTuber 你對哪方面有期望 即是你真人 會很英俊 還有會很搞笑 你可否發誓 不可以 OK 對了 剛才歡迎Alva Hello 大家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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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你先戴頭盔 但這個頭盔也不需要 因為我剛才跟Alva說 那些問題都由觀眾收集 Alva說 不怕 你隨便問 你也可以 還有我跟經理人說 我不需要知道有沒有問題 反而想那一刻 你給我什麼 我就直接回應 尷尬就尷尬 答不到就答不到 你照出得 好 首先簡單一點 好 首先恭喜你 是否知道你最近成立了新公司 謝謝 觀眾想知道 你這樣算不算跳出自己的舒適圈 絕對算 在大型機構這麼多年 確實是會有一種安全感給自己 到了疫情的時候 發現原來那個安全感 都慢慢會演變成一種不安 你會發現原來這麼大公司也好 面對疫情也是人人平等 大家都是要沒有公開的就沒有公開 要停擺的 譬如演唱會就停擺 我那時候有個中年危機 就是什麼呢 我整拿那邊 別人張開口就是COCONNINTE 然後我娛樂圈那邊 我們最重要的是做演唱會 但我們要限聚 兩邊都停擺了 然後發現原來很多事情都沒得控制的時候 就不如用一些方法 而令自己可以有能力的時候 去做多些自己有自主的東西 可能萌生了這個去自主公司的這個契機 這個過程會不會有什麼不安 之前就有一個大家庭 很多人都有backup 現在就做新公司 基本上應該全部都要自己去理 有啊有不安 但不安那些地方是 原來發現 全部的問題都會出現在很小的位置 即是大方向一定有的 但發現原來最簡單出一首歌 有些可能以前很手把眼見功夫 或者跟同事說 就已經幫我處理到 還有licensing 拿版權 我差點去出歌之前 都還沒拿版權 記得拿版權 不記得是不知道要這樣做 是啊 幸好是我身邊的團隊也好 或者音樂人一起做開東西 也都熟狼 所以就勉強了一些問題 如果差點說 隨時可以有法律責任要負 這些是以前完全不需要自己 take care的東西 曾經有個階段是 如果有朋友問我何時出新歌 是會有些壓力的 因為真的不懂 也都不知道這些程序是怎樣做 所以去到今年10月 真的出到《迪人生》第一首歌 由零開始自己策劃的新歌的時候 那種感動是幾時無前例的 過去12年的出歌都更加緊張 但同時也更加有意義 就是《迪人生》 所以這首歌出的時候 一定是不迪人的 不迪人的 全部都是很艱難去完成 我的《迪人生》是這樣定義的 因為從小到大 人都叫我做阿芳 連我家人也是 熟悉的人都叫我做阿芳 我的《迪人生》定義不是 什麼都不用做 緣分來都自然會來 沒那麼厲害 我會選擇盡了我自己的方法 去努力之後 結果就是《迪人生》 結果就是 因為我發現很多事都無法控制 以前一直都是努力的 我們做這行為何不努力 但努力之後 原來成果是否真的 自己預期是真的 不道理定的 或者有些情況就是 我也要隔離很多年才知道 以前是期待某個成果的時候 原來他會用另一個方式去呈現 或者是失敗的模樣出來 但原來那個失敗是會養成 你下一次有機會 變成成成功之前的養分 我也明白 以前經常吃東西 吃到很肥 結果就是失敗 但因為我肥 我會接了很多肥才接到工作 是否會像這樣 我也這麼同身受 你應該這麼同身受 說實話 你上一排好像更肥 近來是否瘦了 我上一排很嚴重 接過有什麼廣告 是關於這件事 一個月接了兩個減肥的工作 因為頭一個其實都沒有什麼 它是一個磅 它就銷了一個磅 我們三個人比賽 我們三個 當時都有一個窮式 我們就說 其實銷了磅 銷了磅 不一定要瘦 我們三個人比賽 基本上我們每天都要吃 又打火鍋 又接多了另一個工作 可能公司見到 這樣就不行了 再給多一個工作 這就真的要減肥 我終於就得起心肝 瘦了下方 我未試過 因為敢而得到一些工作 這是一個不同的玩法 可能可以試一下 我不知道你有否得到這個評論 有些人就說 我以前最瘦的時候 羊群很暗 甚至有點奸 對不起 不知道為什麼 有些人覺得我很囂 很兇 很兇 到處玩 那那個不跟肥瘦 是 那個跟你的五官有關係 通常英俊的人 都會這樣覺得 我肥和十都沒有這個問題 天生的五官 你覺得怎樣 你都不會出去 不可以 但我媽媽都會覺得 你輕輕有點不可以 其實我媽媽也是 不是的 但我愛於我的外表 就局限了 即如我外心都何嘗 不想成為運動員 但我身形局限了 明白的 其實這段時間 就做新公司 觀眾想知道 會不會很大壓力 你抱到不安 其實他都想知道 都想學一下 你會怎樣處理情緒 譬如我真的很煩惱 不開心 不安的時候 有空哭一下 適當就給自己哭一下 真的嗎 會的 而且因為人大了 人就容易被觸動很多 以前是很冷血的 人家就算多感動也好 我都不太感覺到 你知道身邊的朋友 一是林欣彤 一是鄧小巧 一是鄭欣怡 他們全部都是 一來一碰 但我以前 為何這麼少事就哭 我以前是這樣的 但是近年 他們告訴我 為何男人老狗 為何一直都在哭 不知道為何 很容易 可能跟Mac做一個訪問 然後談回我們以前的一個階段 因為他那時都試過 差點不再繼續在這行裡唱歌 我還很記得 那一次我跟他在台上 抓著手一起升上台的時候 我們每次一說一下 這個畫面都會感動 我也很慶幸 在娛樂圈也好 都有一些陪伴和扶持 是職於微視的 所以是不同的 你叫他現在 去娛樂圈 認識一個朋友 然後做新交 可能就有點難度 但反而有些朋友 以前一直 大家是看著大家大 熟識大家的性格 甚至有什麼優點缺點 都很認識 就變成了有一些陪伴 即是跟朋友聊天 或者自己 聊天 聊天 吃東西 我也是 是重點 吃東西 所以你見到我最近都很不開心 你覺得 我最近都吃了很多東西 是嗎 見到肥後又不開心 又有一個新的問題 那我想問問一下你 大家知道 你本身有份正職 牙醫 也有唱歌 現在自己再開了公司 那時間管理大師 為何我分配這些時間 亂來的 亂來的 不是亂來的 有幫人整一下 有練習唱歌 幸好我兩份工作都很專注 即是我在弄牙齒的時候 你拿東西當咪 那也沒有的 但我真的試過一次 因為我背著一份歌詞 突然在弄牙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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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糟了 他聽不聽到 一邊弄一邊的 但我覺得 都挺有趣的 因為有很多會來 所謂光顧的 他們真的 除了支持我的手技之外 對於我唱歌方面 都是有些支持 有些大膽都問我 可不可以唱幾句歌 可以唱幾句歌嗎 有多一些要求嗎 有 通常都是簽名 簽他們買了的碟 或是相片 或是雜誌 簽了一隻牙齒 你這樣還沒試過 但如果有這個要求 你可不可以 還可以 一碼大眼 可以結合在一起 我不知道 就是一個看牙演唱會 例如今天 你洗牙齒 只要洗牙齒 可能會有這個架 洗牙齒 你唱歌 可能會有另外一個架 我每次人都說 你來有診所 去看演唱會 可以 你推個計劃出來 你的生意頭腦很強 因為你是老闆的材料 不是我 我們再搞一間 我們這些訪問 容後再投我們去談 還是我去你洗牙齒 洗牙齒 你洗牙齒唱歌 幫我聽聽 可以的 我做個示範給別人 哪怕你不想聽到 我都照樣給你 那就有個時間 之後 可能出來反應很熱烈 覺得不行 我就要這個計劃 我試過有一次 是一個最小的年紀 小朋友 應該是五六歲 不是我弄小朋友 需要我唱歌 是我旁邊的同學 弄小朋友 他一定要聽到我唱歌 我才肯離開 那些小朋友 你起上來 不是人品 一定要我唱 還要指定歌 人生第一首樂的歌 就是叫 然後是很尷尬 因為我們牙齒院 不是一間一間室 是我唱歌 全級都聽到 然後很小小 旁邊說 好 然後就打發了 他走了 OK 不聽了 我試過有一次 是有一個 我不知道是誰 叫 很大聲 很大聲 他是不是在這裡 我的聚會 很鎮定 你今天不在這裡 其實我是不是在裏面 都試過有一次 是有一個 但是小朋友 小朋友有時候 會進來玩 吻皮開箱 會 嘻嘻他是不是在這裡 然後就走了 然後再進來 嘻嘻嘻 很搞笑 因為我其中的診所 旁邊是有些補習社 就是小朋友 對 其實還好 可以的 我覺得他們都很尊重 我在那個場合 我始終在那個位置 就是牙醫 我身邊有些朋友 會來看牙齒的時候 他們都說 為何你做牙齒的時候 你的語氣 你的人 說話完全跟平時 原來不同 即會專業一點 聲音會低音一點 很好 平平 那你示範一次 用做牙齒的聲音來說 好 上次真的有多少次 半年前 半年前 有一個髒 我先幫你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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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觀眾想知道 其實做牙醫 還是做歌手 會比較開心 兩份工作 對我來說 都有些滿足感 在娛樂圈的滿足感 是源自於 當你表演好的時候 你的掌聲 那種 腎上腺素的上升 是一種很大滿足感 你想想 紅館 在台底的聲音 全部人都是為你而著迷 為你而歡呼 是很感動的 牙科 可能我做少許事 但已經可以幫別人 本來那晚 確實不能教 但變成第二天 至少可以得到休息 或者舒服一點 也是另一種實在的滿足感 如果問我本人的性格 應該適合在牙科的世界工作 也解釋了 為何一開始讀書 我一直以向都是想做牙醫 我是挺追求穩定的 我不理會一直在空間中 但我的人生是很有趣的 自己一來就屁股 我去晚唱歌比賽 然後走向不斷不斷地 都要我打破空間中 你會否考慮賣朱古力 為何是朱古力 因為多些人吃朱古力 就多些人注牙 注牙 你後天可以再找你 你真的好聰明 例如牙醫生旁邊買朱古力 人們以為是 那一條龍是可以有服務 不斷地升級 不是 成度上是打對台的 對 但就令到弓和球不斷地 Eman and support 我小時候也想過 如果我開補習社 我旁邊也會開間網吧 但那些人就不會來補習社 他打機多成績就差 如果家人就叫他補習 補習完壓力 但又要去打機 就不止 我真的學到很多東西 原來我打破空間中 那個空間也不夠寬 你打破碗他們的空間 對 或者是吃大閘蟹 又咬殼 總之都是攻擊牙齒的地方 10月應該有很多的表演 比較貴一點 你可以專注回去製造大閘蟹 我覺得現在這個年級 有沒有分 你有沒有分 你覺得是娛樂圈有沒有分 完全是長期淡貴 我人生都是淡貴 以前娛樂圈是有一個叫 五、六月會特別打 因為可能有些公司春明又完了 然後你去到暑假的商場活動 所以五、六月是會差一點的 但其他都可以 因為現在多做網上事 昨天才做完一個直播 經常開直播 有些因為有公司邀請 有些我自己都會出新歌 想和別人一起試聽 聽到有一次來開直播 不知男性位 但她的帳戶是女生 就進來搗亂 說你跟她有些關係 這件事很搞笑 我可以說嗎 我可以說 後來當事人也有出來說 那是假帳戶 網上變成這樣 挖牙子吃黃鏈 就是挖個盲的偷偷 這件事雖然貌似好笑 但也有個位置 我覺得挺慘的 主人翁 真人 我之後才知道 我見過她一次 因為我表弟有拍照 我幫她拍過照 叫她有些認識 當這個真人的angel 知道有人假冒她 而入侵我的IG 講三講四的時候 其實angel自己本人 認識真那個 是有message回到我 在IG DM回到我 她說了很長篇 關於這個模型她的帳戶 其實她原來是一年之前 已經試過給同一個人 模型她 然後又是周圍和她身邊的朋友 在那邊散播謠言 我覺得都是可能想得到 她本人的attention angel自己跟我message的時候 其實是有錄到哭 一來她覺得搞到我很麻煩 他又被人搞了一年 搞了一年 甚至是有報警 但因為IP address 在網上世界 都不是那麼容易 可以公開到那麼多私人的資料 都是外國公司 在香港來說很難處理到 之前在訪問比較少說的原因 都是因為不想這個模型的人 再得到多一點attention 再說話 又好像再將這件事 繼續放大發大 然後她可以轉個身分 去搞片拍手 對於我來說 其實沒有什麼很大影響 所以我也是當少了一集來提 對於本人來說 搞人 如果真的要拿知名度 你自己好好的找個方向 什麼人都有不同的出路 現在網上平台 很多人經常問我 為什麼我做過歌手 其實沒有 現在的網上平台那麼發達 可能突然變成Billy Eilish 都可以 有些證圖就不用走這篇門 我覺得這個年代 真是一個天生我出必有用的年代 照你有能力有才華 一定會被人看到 不好意思 那懷才不遇 你說這段很老子 因為我也聽老子說 我也是傳說法 希望你交代人說 謝謝 說開感情 觀眾也很關心你 她就問會否考慮跟欣怡一起 我也在考慮 考慮你 還在考慮 還在考慮很多年 她最近應該不太考慮我 最近她有很多新歡 即是Anson Lo 我那次跟她一起看MIRROR演唱會 我還在那邊尖叫 我對著Anson Lo 你知道她有一件衣服 紅色半截 下面就是 我穿就肚腩 她穿就腹肌 哇 很厲害 一邊尖叫 她是真心很欣賞Anson 她有試過約一些飯局 就說 我約了Anson來 不如你一起來 可能會惹你 對 不過Anson我其實也挺喜歡的 而且我也知道她還可以喜歡我 我應該有她那些 就是她從小聽的歌 聽大那些 那不奇怪 你出道都十幾年了 雖然你的樣子很年輕 但你的資歷是很厲害的 有點露味 我的樣子就出道二十年了 其實我拍了一陣子 真的很好 我還在努力 不過Anson是 久不久在一些場合 都會唱我的歌 我也有DN跟他聊 譬如他有些唱歌 有些意見想問一下 我們也有些交流 我想知道現在新公司 是否暫時只有你自己一個 暫時只有我自己一個 如果說藝術 有一個團隊在支持 很多人問我 會不會簽人 我有興趣簽你的 我也有興趣給你簽 因為我覺得 你剛才輕輕說的生意頭 我覺得你可以令到我的事業 甚至我給你老闆的位置 那又不行 我一個人 我想向藝術幫忙 我想尊重回唱歌那邊 OK 一陣子我也有新的走向 我也幫了一些身邊的朋友 正在教唱歌 可能我現在正在做導師 對於唱歌 多了一些想法和概念 可以分享 即是收錢都還要教唱歌 還是哪種 暫時都是義務性質 義務是正確的 所以叫你唱 收錢我就不行 還給你位置 那我以為要錢 我知道義務 但你說你唱歌要錢 我唱歌要錢 我現在不收你的錢 我要給你唱歌 然後我教你 所以你是不是這樣走 都可以 你當做善事 都要推薦自己 好 很少人 其他人我一定會給你錢 但我看見你 我覺得你不是看這件事 我真的不是看這件事 你著重藝術方面 我覺得是著重的意念 一於這樣 我們完了 你再去看個表演 好啊 麻煩你待會繼續幫我們拍攝 OK 所以你剛才說話 我知道你最近在ViuTV 《造星》那裡 今次你是擔任導師 馬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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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姐》的訪問 你是說拍到早上八點 是啊 我就是做《都姐》的訪問 下午三點多 我們早上八點才下班 睡了一會 又醒了 然後又要再化妝 就是做《都姐》的訪問 我擔心那天的精神狀態 是怎樣 應不應付到的 但反而是不夠睡的狀態 不知有沒有試過 不夠睡的狀態 會越high 會亂說話 好像令《都姐》那天挺開心 因為你今天我也覺得很棒 你剛才說過做個粗口 很少有 如果他是公司開會 他應該是很好玩的 我平時不出聲 這是我拍攝的角色 我平時就文靜一點 書卷味蟲 不要做 很骯髒 是會突然在晚上睡覺 想到一些東西 要幫他們再撿一撿他們的表演 原來做導師 是跟上次的評判很不同的 性質好像很一樣 只是給他們一些評論 你猜是幾天可以弄你唱歌嗎 不是 做評判 就是你可以說完些批評之後 可以自己 退出來拍屁股 這個要負責任 這個真的要負責任 踩下他 給他打擊他之後 你要親手扶回他 你應該怎樣做 對 曾經在罵他們的時候 就說 現在我就叫你們導師 但第二天你成了名之後 可能你會忘記我 明成理咒的時候 你們會找到自己 覺得自己適合你們的 一些新的導師 但起碼在這個時刻 我要很盡力地去教好你們 我講了一段這樣的說話 之後那個傻妹 剛好幾天就說 抱著我 然後跟我說 你不要這樣說 你不要說你不是我們導師 不會的 以後也是的 其實很感動 他是一個比較小的參賽者 但他就是會這麼直接 對我來說 令我更確定自己做的事是對的 就算這個是很明顯的一架 爆乾的一架 但也值得 你放心 以後你給完錢再教我唱歌 我都不會忘記你 最後一個問題 最近很忙 做《全民造星》的導師 但接下來會不會有什麼計劃 或者有什麼 一直很想做 但還沒有機會做 或者遲些會做的事 今年一年裡 試了很多不同的事 又變成自下門戶 做老闆 做導師 我上了一些 acting class 接下來會有一套電影會上的 我做了一個客串的角色 還有Joyce 還有伊健哥哥 今年又拍了一個自己擔心的綜藝節目 以前就很著重歌手的一個範疇 今年又試了很多東西 可能接下來我有一些想法 就是希望去做到一個舞台劇 今年我看了很多舞台劇 尤其是認識了阿祖之後 我去了支持很多場 同一時間我覺得 原來我挺喜歡劇團的氛圍去學習 如果是舞台劇 你會喜歡哪種類型 我想都是音樂劇 音樂劇 最喜歡的一個舞台劇是《我敵夫》 可以跟一些夥伴一起去經歷一個這樣的時間 哪怕那樣東西未必是最賺錢的一個表演模式 我都某種是把我們一些文化繼續保育的方法 其實這次拍電影 我就是試了一個比較搞笑的角色 我跟Joyce都在裡面是有些親熱的鏡頭 那我們不要劇透了 是啊 我相信你都會想到 希望期待之後 在不同的舞台上見到你 除了唱歌 是趁所有見一下你 要啊 快點就約個時間 今天就差不多了 再一次謝謝Alfred 接受我們訪問 很好的 你沒有包袱的 扔掉了偶像包袱 你這樣也沒有包袱 真是很難得 期待之後 你找我教我唱歌 我給你錢 你給我教你唱歌 是呀 就是這樣 就是挑戰自己的方法 我憑夫希望我給你錢 OK 好了 錄下了 沒辦法了 再次謝謝大家 大家記得訂閱Alfred他的頻道 還有留意更多 新歌發起人生 大家支持考碼 謝謝大家再見 拜拜 LINE 訂閱 按訂閱 謝謝 拜拜 拜拜